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角色攻略元神 陆野院平常全方位攻略 在视频开始前还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目前屏障的一个练度吧 首先里面90级,然后是了63的暴剧率207的暴伤 5G帮面带的是神月,盛影舞台的是风套世界 然后天赋是点了3个8级 首先还是先给大家讲一下平常的定位以及优缺点 平常的定位是一个风系输出,可以组C也可以达辅助 优演是手感非常好,异技能的倍率高,伤害比较集中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异能和大道者遮空7比较长 平A的倍率比较低,所以平常组C单人的伤害有一些不太够 需要搭配其他的后台的角色很严输出 整体角色强度中规中矩,毕竟是个适应角色 要求不能太高,但是机制上比较有意思 有兴趣的话可以臭意这来玩 定位以及优缺点分析完毕 这边也把屏障的技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平A,平常是一个近战法师 可以连着打出五拳 平A的攻击非常的平滑 可以在任意攻击后直接衔接重击或者E技能 这配合扩散反应的打击特效 屏障的平A手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屏障的E技能是最主要的输出手段 技能的倍率很高 我这个8级的E技能的倍率就有900亿 在点满Buff的情况下,一拳能够打个10万多的伤害 技能介绍里面E技能有一个变革的层数 也就是你屏障在场的左边的这一格 一格代表一层Buff 满层的时候会有一个额外的争论效果 可以多提高伤害 比起在满层之后释放E技能会清空这个变革的层数 但是如果是中途切换人的话 这个变革的层数是不会消失的 叠这个变革层数主要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方法主要是长按E技能蓄力叠层 就是叠的速度会比较慢,实在中也不太常用 比较常用的是第二种方法就是靠这个扩散叠层 每次扩散可以叠一层 然后就是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 虽然技能描述中0.1秒可以叠一层 但是由于扩散反应是有内置息低的 据说在打群规的时候可以一人给一拳 这样的话叠的会更快一些 或者也可以使用A加重击的手法 这样的话也可以一次叠两层 总体来说还是会比无脑平A降提升会更快一些 之后就是平坦的大招 技能倍率还算可以 并且如果敌人身上如果有元素的话 会进一步触发这个聚焚针眼的效果 虽然在技能描述中这个是有巨怪的 而是我实际玩起来 嗯 反正我是没感觉有多少巨怪 这都算拉一下怪吧 然后总共就在想啊 这个巨怪效果会不会在两命上 结果一上头就把薄椅子没了 还倒贴了一千多块钱 这边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两命的效果啊 首先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离命的 然后是两命的效果 大概就是比离命多拉了一下怪 说实话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可能还感觉不出这两个的差距 而且这个视频中的巨怪效果 还是我找好角度给你们放的 实战打的时候一半都是这个样子的啊 还有这个样子的 只说这个巨怪啊 我就感觉没什么用处 实战中继场用不到 就感觉有点上当了 好啦平衡的机制就介绍到这一边 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武器和圣银物的推荐啊 武器的话个人比较推荐天空神月 还有锁还有四位原点 其中锁的话会比较需要护盾 建议在队伍中有钟离的情况下使用 这型武器比较推荐日月 独尾乐障还有黑炎飞煜 圣银物单人输出项的 可以携带二凤二攻击这种的散达配装 如果队伍中有其他输出角色的话 建议携带四分套 提高其他角色的输出能力 圣银物后三线 李直冠推荐携带暴击率或者暴击伤害 石杀带攻击力 枯子杯的话还是推荐风伤杯 小小的话还是优先选择暴击率暴击伤害 攻击力百分比这种输向词条就可以了 停物方面主一技能负大招和平A 个人认为除了一技能以外 有大大的伤害比较高 平A的话主要还是用来叠一技能的变革层数 技能倍率不是很高 停物方面移命的提升很大 百分之十五的攻击速度可以让你的平A更加湿滑 并且初始就有一层被动 可以更快的触发四层的阵论 实际上效果非常好 如果想完平常这个角色的话 一命是可以进行抽取的 两命会多一下小巨怪 前面大道里面也讲过了 这个虽然有所提升但是比较小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强抽 三命加技能等级就不多说了 四命加能量回复 可以让循环更加舒服一点 五命也是加技能等级 六命是加这个一技能的伤害 提高暴击率 并且在满城的时候还会加暴击伤害 提升的话是比较大的 主体来说 平常的一命和六命的性价比会高一点 喜欢的话可以理性进行抽取 那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把大宝点路没了就行 最后就是一些平常合适的配队 我会尽量配合实战给大家讲解一下 平常的配队思路就是打速切 并且最好能让你健身的天赋发挥优势 我个人认为现在比较适可的就是平常国家队 主要由屏障加行秋加班英特加香灵组成 这套队伍我目前研究的手法是骑走班英特开大上火 然后屏障出场一技能分一下精通 香灵出场丢过巴接大招锁到屏障给的精通 然后行秋出场大招双翼 最后屏障出场平A胆板四成被动 接一技能 后面屏障在场上持续输出 等到香灵的大招结束 就切回班英特一技能 然后打能量球给香灵充能就好 能量充能完毕即可开始下一轮的爆发 不过这个队伍还是有一个细节要给大家说一下 只骑走的时候最好是要酷火的 不然的话香灵不太好锁到这个精通 或许反应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打的时候就没有雷国那么的简单无脑了 第二个比较适合屏障的就是感电队 感电队主要由屏障加行秋加北斗加黄女组成 不过感电队我个人不算是很推荐 平常进感电队的提升不大 主要就是屏障在场上输出有点的太浪费时间了 实战中我也去对比了一下砂糖 发现砂糖感电队的效果还是要比屏障感电队的要强很多 所以说屏障这边虽然表现还行 但是就不做特别的推荐了 大家只需要了解一下机客 如果已经有上场感电队的话 玩老阵容就可以了 西域屏障阵容也有几个比较好用的 比如说屏障加罗莎利亚加班英特加香灵 或者屏障加凯亚加班英特加香灵 这些阵容屏障都是偏向于辅助减抗 加精通的 定位上和砂糖有一些类似 虽然屏障的辅助能力对比砂糖稍有趣色 但是屏障自身的输出要比砂糖要高一些 护起来感觉也还好 上面说到也就是屏障打辅C的队伍 还有就是屏障虽然输出不算特别高 但是也是可以直接打辅C的 配队一般是屏障加重底加班英特加夜兰 或者也可以把夜兰换成行丘绳子 这种可以后台挂元素的辅C 但是如果想完这套队伍的话 最好需要高命的屏障 定位的屏障输输出效果比较一般 其余屏障也有很多其他的玩法 它都偏向于整活 比如说带云锦 然后主打挺A蓄力的 或者带记者说直接打拳的 玩法也是挺多的 但都偏向于娱乐 所以这边就不多多的介绍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实行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以上就是屏障的玩法推荐 希望能够个小朋友有所帮助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能上连支持一下 那就更好了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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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